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前幾次的自由行 我們都在亞洲打轉 第五次的自由之旅 我終於要脫離亞洲了 這次我姊妹要和我一起去 就糾朋友一起去囉 準備體驗長龍航空的長城飛行 前往美國紐約 不可思議的旅程準備開始 前一晚10點5分才抵達紐約甘乃迪機場 今天我還是安排早上7點半就起床準備 先去地鐵再買MetroCar交通7日券 7日內可以無限次搭乘紐約地鐵和公車哦 今天的第一站安排輕鬆的大自然行程 跟著我們一起去布魯克林植物園賞櫻花吧 紐約的布魯克林植物園佔定超過20萬平方公尺 一進入園區就會看到日式庭院 和身著日本傳統服飾的演員 在充滿日本造景和氛圍中拍攝 這裡每年4月也是美東著名的賞音景點 剛好我們是4月25日飛紐約 當然不能錯過這難得的賞音時節 之前都是安排秋冬天出國旅行 只有賞風和看學的份 這次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 如此盛大的櫻花饗宴 碩大飽滿的櫻花就在我眼前盛開 這片櫻花林真的好美好美哦 當時布魯克林植物園是每個星期二全日免費入場 星期六是早上10點到中午12點免費入場 我們抵達紐約的隔天是星期二 就事先安排先來賞音 善用免費入場的時間 我們今天一人就省下15美金 結束布魯克林植物園的行程後 我們坐著地鐵來到Clock Street Station 準備去尋找曼哈頓最美的天際線 在紐約遇到第一隻彩彩好可愛唷 來到紐約一定要來充滿街頭文化氣型的部分 在布魯克林區走走 Dumbo 是當安登的 曼哈頓 Bridge Overpass 的縮寫 簡單說就是曼哈頓大橋下的區域 距離曼哈頓本島只有一橋之隔 在19世紀原本是工廠區域 舊倉庫的集散地 現在搖身一變成為 星星藝術家聚集的文青地 因而這裡進駐了很多文青風的商店 在這裡還可以在河濱公園散步於野餐 遠眺布魯克林大橋的壯觀 也是拍攝經典曼哈頓天際線最佳的拍照地點 親眼目睹電影中的場景出現在我眼前內心無比震撼 能夠來到紐約旅行 依舊覺得不可思議 布魯克林大橋建於1883年橋長約1825公尺 橋面橫跨紐約東河 連接紐約州紐約市的曼哈頓與布魯克林 是美國最老的選手橋之一 相信大家在許多知名電影中 都會看到布魯克林大橋與摩天大樓的蹤影 這裡一年世紀總是吸引不少各國遊客前來朝聖 也是我在安排紐約行程時必去的景點之一 帶著芒果妹妹的分身登上布魯克林大橋 彷彿我們距離世界又更近了一步 穿越布魯克林大橋來到美國紐約是曼哈頓的最南端 這裡是摩天大樓林立熱鬧的金融聚集區 買了一個不便宜的熱狗堡 來到曼哈頓下城區與布魯克林截然不同 踏上美國土地眼前所見的建築文化與台灣差異非常大 內心憧憬深刻體會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意義 世界貿易中心車站 外觀仿佛展翅的和平白鴿帶領紐約 浴火重生 911恐怖攻擊倒塌的世界貿易中心移植又稱為歸零地 黑色大理石上可有近三千名泥難者的姓名 反思池壁上的流水象徵生命不息 昔日矗立在這的世貿雙子塔是紐約曼哈頓的地標 如今只剩下令人無比傷痛的痕跡停留在這了 當時911國家紀念博物館的門票一人是24美金 在每個星期二傍晚5點後開放免費參觀 可以線上預約或是現場排隊 一走進到紀念博物館的室內 看到世貿中心移流向的殘骸 內心相當沉重與難過 今天的行程就在時差的衝擊下提早結束囉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喔